下一组出场的是 Ziko队 Let's go 完成这支作品的队员是 Dikens Sniper 陈诗华和 阿萨特 这个组合很 意想不到感觉 他们很有创意 对 很有突破的精神队 每次的人都不一样 好的 一句话介绍你们的作品 您品 您品 您细品 好 3 2 1 开始 3 2 2 开始 2 1 main 4 2 1 2 a o 1 2 2 2 1 3 3 1 3 2 1 2 1 2 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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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后创意真的 最后创意好 真的能想出来 一下子是这个立面太好了 我起鸡皮疙瘩了 好的 苏伊队长 还有我们的大师团同学员 请打分 那么现场的99位评委 如果您喜欢这个作品 请在我倒数之后 投出您手上的黄色毛巾 三 二 一 工作员上台机票 好的 四位队长 看过之后感觉如何呢 陈胜队长 我特别喜欢这个最后的结尾 给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 包括你们是把这个道具 利用得非常丰富 互相的信任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因为从桌子后面跳上来 马上下来之前那个前面的人 是需要把那个凳子拉过来 包括整个舞台利用的也好 所以我喜欢 我打了94分 谢谢 我觉得整个作品是行云流水的感觉 而且我是在这阶舞 第一次看到Tier House了 包括其实有一些音乐里面 它是重了一个beat 但他们用很轻的一个方式 可能一个wave去做 我觉得这个结合的方式是 比较不一样的 而且其实他们是有特别去 就前两天探班的时候 他们特别有去学那个茶艺 然后学习怎么倒茶 但是他们最后没有选择 用真正的具体的这个茶壶 或者茶碗去呈现 但是我还是可以感受到 他们在这个音乐里面和舞蹈里面 呈现出这个茶艺的氛围 对 因为我们是来自三个不同的国家 所以一开始我们展现的是一个 我们在不同的一个地方 或者说空间去品不同的一个茶 我们用声音去代表 味道的一个展现 比如说像鸟啊 像风铃 像火车 当最后的时候那个茶杯打碎了 我们所有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因此聚在一起去感受这杯茶 对 嗯 我确实没看懂 你刚才讲的那些细节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我能看得出来 就是每个人的出场音乐的那些茶 呃不太一样 但是后来中间的那些过程 我确实我觉得没有体现了 我认为没有体现那么好 然后我也没有看得太出来 如果能把你讲的那些细节 更加地展现出来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谢谢 分数现在为大家揭晓 刘雨昕队长 95分 吴建豪队长 94分 王一博队长 92分 李承炫队长 94分 大师团 平均得分 88.5分 现场99位评审的投票是 45票 25 最终得分 508.5分 恭喜 试行的那个作品品茶 其实想法是好的 就是我看前半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挺舒服 特别是最开始 每个人打开杯盖的时候 不同的音乐表示不同的味道 而且结尾的那个视角 它的结尾特别好 但是就是唯一 它只是把它当结尾了 其实应该在那个画面上跳点舞的 The story of the chat like the tea is something that we've seen before something that we know so the way to use it can be the answer is because we're going to be tough in the decision in the judging so I was expecting a little bit more from this choreography even if they did a great job like they added house dance and we're not used to see that in the competition so still that was a good job but I was expecting a little bit more from them even if that was good and I hope they are proud of themselves because it's really not easy 这组我有头毛巾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Sniper 他的Crump 对一个就是像茶杯一样 进行一个互动 让我觉得这个五种 还能跟我们的茶文化 有这样一个互动 让我觉得很惊艳 我头毛巾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它整个作品的画面感 我会非常的喜欢 因为一般的舞蹈作品 你在电视上看起来 其实是一个二维 一个平面的感觉 但是在现场看的时候 你是可以看到它整个舞蹈的调度 包括它一些道具的运用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画面 好的 接下来是X小队 马东杰队 一句话介绍你们这一支作品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不胜人生一场醉 开始 好 三 二 一 好 我们 开始